宣读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二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 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旧金山和平条约 三 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占领 四 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事务 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现在让我们欢迎今天晚上的讲师大山格林老师 我记得 四年多前 2012年那时就开始讲到这一段 不同的课我都讲过 不同的人 但是那过期我在讲 台湾史节马这个课的时候 我们是往前看 现在是倒过来走 这要怎么说呢 因为以前在四年前 情况没有像今天这个情况 心理前来这里疼苦的人 那时候根本 大概都还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只是抓到一点点蛛丝马鸡 说我们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现在这个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那时候只听这几句就很高兴 就已经很满意了 就想说赶快来了解什么是台湾的地位 那时候就一位人就冲来了 也没有在管说 那时候会不会去拿去 那时候情况跟这时候情况差好大 所以要说台湾人到底是发生什么问题 今晚完全没有压力底下 反而来的人 没有过去那时候那么热情 正常这样正常 我说上星期上一次我们的高级班 初级班里面这本书 果然是不同凡响 等一下再讲这个 等到高级班我们再讲这个 那位人在G7 但是因为这是网路上 有些人就是要听这个课 很喜欢听这个最新消息 所以我觉得虽然这堂课是台湾史节 我现在最新消息已经交代完 待会儿会慢慢跟你讲台湾的历史是什么 说到这个 上面有三个扑克牌你们都看了嘛 扑克牌都看过 后面会绕一下 发生什么事 三张扑克牌 这也有几个扑克牌 我这也有几个扑克牌 我跟你讲 G7 我们初级班可能不晓得G7 我大概简单讲一下 因为基本上G7国家 就是世界主要的领袖国家 七个国家开的会 他们出的专刊里面有这个 里面有印到我们 不能买 不能买 说得好 这个不是卖 这不是杂志 只有领袖 对 只有基本而已 只有领袖才有 就全世界领袖才有的东西 这里面 在这里 我跟你讲 对 你如果看起来我们官网看就有 这本很具处 里面居然有我们G7的最重要的文章 看着我们台湾民进府 看着吗 世界领袖国家看着这个 台湾看这个不错 看不错了 我后来想说 好啦好啦 如果不错我就慢慢说了 但是这个就是那个结果 G7是上上个月开的嘛 才结束了 里面有宣布台湾民进府之后 事情就跟着就发生了 果然没有错 来 先给你看看 G7宣布了什么事情 还在翻 还在翻喔 那还没了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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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G7结束以后宣布一件事情 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 唯一合法代表中国的国家 政府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英文叫做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对吧 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 全世界只有一个台湾 就是台湾民进府 唯一合法代表台湾的政府 就是台湾民进府 G7宣布是这样 突然间台湾知道发生什么事 现在问题来了 台湾问说 在里面蔡英文是什么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在投票完选的中华人 他是谁 对不对 很多台湾都问说 他到底是谁人 如果说这世界 你们国家是一个中国 唯一代表合法的中国 中国的合法政府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唯一合法代表台湾的是 台湾民进府 现在这个地方是什么东西 它代表是流亡社会 现在走出来 这走出来 这走出来 还不是 我们共识已经讲了 现在这是认证什么 国际法庭认证 如果最近有在看新闻 有一个人 很烦恼的一句 连中国人都替台湾人 烦恼说 你们都要先搞清楚 你们要被叫什么名字 你们被叫出来 那个名字很严重 现在那里蔡英文 那里 他们的名字叫做 台湾Authority of China 中国台湾当局 那你知道吗 你们继续要算算中国人 蔡英文代表是中国 在台湾的当局 台湾人还搞不清楚吗 这不是台湾民政党在这边讲 这是法院里面判决里面 十几次 但是十几次台湾就说 你的名字 现在这点人的名字 就是最近派军舰跑出去 那个啥 搞不清楚状况啊 还有设那个 铁块设到澎湖去的那个 那个单位啊 他们叫做 中国台湾当局 过去骗了 说是中华民国在台湾哪有的 有的 多个名字 我们以前是把他叫说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湾 或者说 在台湾关系法之下 他们很清楚啊 以后我们没有对话 因为我上课 因为在里面 你的声音 在网路上听不到 所以他不晓得我在讲什么 我有一个逻辑 慢慢走 等我讲完 他的名字就召出来 叫做台湾Authority of China 中国台湾当局 有中国人在台湾所代表的政府啦 来 有的人看到这三名 还不知道 我再卡再拿出来 这个叫中国牌 这个也叫中国牌 这到底是台湾的牌 他们这同色的啦 你听到没有 台湾人有穿起来的吗 这两个单位是同一个颜色啦 都黄色的 他们都是中国人 有些人利用台湾人的样子 去选业的总统 做的是中国人的事情 你知道吗 这台湾人不能再给我们骗掉了 这卡片想到这边很清楚啦 那标记什么人去给我们骗掉 台湾人去给我们骗掉了 玩中国牌 把台湾人给骗掉了 为什么现在台湾人还没要穿起来 我跟你说 台湾人一定要醒过来 你怎么醒过来有几个动作 第一个 你要承认你现在是被骗的状态 你要承认啊 你如果连自己骗都不知道 这样没办法就叫了 你台湾人就要透过这一次 国际法庭给你认证 认证是什么 现在在外面说总统 我准备派去太平岛的人 他们是代替中国人在做事情 台湾人是有这个人骗 想说他们是台湾人 他们是为了台湾人 好 你首先台湾人要承认自己是被骗的状态 你如果不承认自己是这个状态 我救不了你 第二阶段 你就要找回我原来是什么状态 我原本是什么状态 这个状态就是今天要讲的课 台湾史节嘛 台湾人到底是什么人 所以今天暂时讲到这边 那我们现在先讲台湾历史 因为你过去 他们在执行中国人的任务 所以你在他们的系统里面 我给你讲很奇怪 我们台湾人 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讲的 用北京去讲的 不对的 不对的嘛 你为什么用中文 很奇怪 那是另外一个国家语言 那是不合法的 我们去用这样的 我慢慢再说 台湾历史就是这样 有人说台湾顶管 到底有几个人 台湾这个土地里面 顶管有几种人 你们知道吗 蛤 没有 你最够口的不算 我们第一次来上课 台湾这个土地上面 有几种人 有几种人 教你们知道 说看看青菜公 有没有 有什么人 太多 太多 青菜公整个人 你觉得最多的人是什么人 几种人 好像联合国 什么人都有 但是 那最大的 百分比最高是什么人 讲中文 你说什么人讲中文 阿渡也讲中文 他也讲中国人 不是吗 菲律宾人来家 菲御也讲中文 我们中国人 你说我们中文 有没有讲错 讲中文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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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语言我在讲哪几种人 我们上面有几种人 教你们知道什么 什么火罗人 客人 什么人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这样在划分 外边都错了 全部都错了 台湾这块土地上 只有两种人 只有两种人 奇怪 但现在国民都把你搞 那就是把你洗脑 让你感觉上台湾什么人都有 没有 台湾这土地上只有两种 包括合法站在这上面 只有两种人 什么人 占领者 被占领者 只有这两种人 为什么 为什么只有这两种人 我正按照法律来讲这件事 当你讲说占领者跟被占领者的时候 已经把台湾这块土地的法律定位定下来了 台湾到底是什么地方 就是被占领地区 到现在还是 到今天为止 台湾还是被占领地区 所以在上面在法院 叫你台湾现在的政府 不叫总统 也没有讲政府 真正叫政府 是台湾民政府 这叫做政府 现在的治理当局叫做 台湾authority 当局 当局跟政府的位置差很多 所以在最近 那些情治单位 或是什么单位 中华民国体系 假装中华民国体系 要对付台湾民政府 对付不下去 他觉得是奇怪 要捅这些人 到后来就是停下来 到某个阶段 动不了 他们觉得很奇怪 不用很奇怪 因为你们的位阶 跟我们的位阶不一样 我们叫做政府 你们叫做当局 当局 我们的位阶比你高 你要对付谁 你是中国在台湾的当局 你是台湾关系法底下的 你都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你都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比如把军队派出去 这就不该做 所以 以前都国务院在讲话 对不对 这是不一样 白宫 出来讲话 你在恶搞看看 直接警告 过去还是国务院 跟你说说说 现在没有在模糊 他直接跟你当局讲话 你不要挑动这个地方的危险情况 你都看得办 所以这个占领者 跟被占领 因为你们初级班 我不要讲太多 但是他告诉你一件事情 不要是自己的土地 现在是去奉索的地方 都有这两个人的地方 对不对 去奉索的地方 我们现在台湾奉索的地方 在某种程度上算 可是台湾人没感觉 对不对 明明现在就是台湾当局 在跟你调整的地方 中国人一天 中国人叫你调专门 跟你中国式教育 真正的占领者 敞到后面去了 现在给你占领这群人 叫做代理者 代理者 不是 真正的这个 在我们去年的时候 我们有个大游行 你知道台湾民族 一万人的大游行 这个游行到过去 你觉得游行不一样 过去游行 我要抗议 我要抗议 我们这一万人走在台北东区 我东区走到自由广场 一路上 一万人喔 一个声音都没有 一句话都不明白 没有讲 前面是震报部队 穿着整齐的衣服 后面一万人 全部穿黑西装 黏黏黏黏黏 安静静 整整齐齐 步伐一致走在台北街头 东区 大家看见到什么事情 但是这件事 媒体上没有什么报道 我跟人们说 都不知道 看完那件事 照片一看 大家都吓了一跳 那个 我们那个 可不可以帮我们看一下 那个 我们上次游行的那照片 在我们官网最下面 有去年的游行的照片 给他们看一下 你有看过吗 没有 没有 让你看一下 去年的游行 去年的游行 我现在官网马上看 待会就给你们看 去年 来 我给你看 等一下 都没有看到新闻 都没有看到新闻 那我们现在给你看一下新闻报道 找得到吗 在这段时间要先跟你讲 占领者跟被占领者 在我们官网最下面 有那个一个一个的 tag 把它点进去就有了 有没有看到 来 我们慢慢看 这是第一张吗 你刚才在唱 我们台湾民政委 那个临时国歌的时候 就有这照片 你如果贏过去 撞不记住了 有没有 再往上面 它上面还没有一张 没有 好 快乐 那名字叫做快乐法理革命 在台北 夾面 来 再来下去 这什么 一万人走在路上 你有没有整齐 怕人吗 你上网都有了 你上我们官网 不用照 没关系 官网我们很多 你看前面那个证报庄 来 再往下看一点 我们再排演这个证报庄 你看 等一下 最前面是这一个 之后我们在今年初 就是全部180个站在这边 黑车都走出来了 黑熊部队 黑熊部队 你没有看到这个 那时候因为太热了 只有他穿而已 这一次我们全部都穿给你们看 全部美归 最新的 你知道吗 你来什么地方吗 2015年11月15号 有看到吗 来 再往下走 来 再走 我们看有多少人 让你们看一看 你们怕到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都有这个 好 顶管一下 台湾民政府 用page 你看 继续再走 再走 来 各大媒体都有在报导 你们看不到 来 再往下 所以你看看 台湾有没有媒体自由 来 再往下看 你看看 是不是 再走 再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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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看一下 整个大队伍的 再往下看 开始行进 你看 有没有看到 来 我们看他们行进状态 我们看一下 好 你看 停一下 我们看这张 你看 在东区走 每个人都走 你看 每个人的脸都 吓到一样 他们看见什么 从来没有在台北市 街头看到这么 严肃的一群人 都没出事 穿黑衣 黏黏黏黏 一万人走进去 上面 是什么 台湾民政府 这是政府的游行 政府游行不是在诉求 在宣告 跟台湾人说 现在台湾民政府已经起来了 已经出来了 这个游行里面有几个重要的重点 来 我们现在没有对话 你们有什么问题 下课再问 然后再往下走 前面这边 他们有一个布条 你看看 再往下看 我们有几个布条诉求 哪几个诉求 来看 它下面有写几句 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日本是我们的祖国 台湾至今 旧金山合约至今仍然有效 美国是这块土地的主要占领全国 被占领地的百姓不用当兵 你看看 日本是台湾人的家 我们是祖国的主要占领全国 来 笑一下 你看看 我们看上面那张 先不要看这张 我要看这张 有没有 这个不同的旗 就告诉你 台湾民政府代表的是什么 被占领地区的旗 美国国旗 日本属于日本的 日本天皇的 美国在占领当中 这个每一个旗 我们做的每一个动作 每个美美咖咖 都是有意思的 不是随便在乱做的 请什么沙 做什么动作 什么口号 都不是随便乱做的 我们比台湾人 要这样赶紧都赶紧 不 来 再来 再往下走 这边再下 再走 再走 还有一些民众很自动就加入我们 来 慢一点 慢一点 让大家慢慢看 慢一点 慢慢这样子 你用这个click 用这边可能会慢一点 慢慢用那个转的会慢一点 你看看 那个日本是 台湾人的祖国 祖国的Motherland 旧金山已经确立了台湾的地位 有没有 现在已经走到 最后 一万人 来 再走 好 看到了 來 走 好啦 可以啦 回到我們官網 這台灣人不知道嗎 這麼簡單 一萬人站起來就會說這件事 台灣這個土地到現在是被佔領狀態 上面只有兩種人 請問你們一下 你們是被佔領者還是佔領者 你是被什麼佔還是什麼佔 你怎麼知道你是被佔領者 你怎麼證明你是被佔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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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 阿公的身分證 沒有啦 現在是你啦 我現在問你怎麼證明你是被佔領者 阿公是被佔領者 你怎麼是被佔領者 怎麼證明你是被佔領者 我告訴你一件事 佔領的問題就是 佔領者來到你的家 對嗎 佔領者 如果你去佔領者 不叫佔領者 你是佔領者 對嗎 是人來到你的家 跟你證明 他叫佔領者 你是被佔領者 他比較強 如果比你弱老早 就把他倒回去 對嗎 要是你被佔領者 你被弱 你被被欺負 對嗎 請問你一件事 現在身分照出來 發生了一件事情 一定有打鬥 一定有受害 在於產生這個結果 不然你不會親在 讓人家隨便跑到你家 跟你證明 你一定會跟他掙扎 打鬥 結果你輸掉了 躲在肚子裡 去給他吃 去給他給他 對嗎 合不合理 一定有這種事情 才會發生這個 現在來了 你是被佔領者 有可能 有一天你剩下之後 說我佔領者 有沒有可能 我現在在被佔領的土地上 你有一天剩下 說我佔領者 或是說佔領者 有一天睡醒之後 變成被佔領者 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 對不對 你如果是被佔領者 陰陰彎 你會嚇嚇順順順 都是被佔領者 對不對 你也不會有一天醒過來 變成佔領者 那不可能 不會啊 你的身分沒有 狀態沒有改變 你永遠是被佔領者 剛才我們問你 你怎麼證明 我跟你說 你要有身分證明 但是你現在拿的東西 都是佔領者的身分證 對不對 你現在是不是拿中華民國 是國民身分證 是不是 你是不是拿中華民國護照 在出國 是啊 你只能證明你是佔領者 你並沒有證明你是被佔領者 你們都是責領者 這樣對嗎 不對嘛 所以我們要照顧 台灣民政務去照顧中華民國 這個案子 在美國的地方或法院 現在結束到最高法院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中華民國是被告 有人知道嗎 不知道嗎 你看 台灣人都不知道這件事 中華民國現在是在被告的狀態 在法院要請律師 要花很多錢 請律師來辯論 辯論什麼 你是代理佔領者 你為什麼發身分證 改變人家的國籍 你當初為什麼改台灣人的國籍 台灣人是比這麼多的 你怎麼把它全部變成佔領者 你可以這樣做嗎 這樣合法嗎 不合法嘛 對不對 我剛才說嘛 你叫他簽名怎麼會 有一天趁去旁邊簽名簽 那不可能 但是你現在就這樣走 你發的那個護照是護照嗎 不是護照啊 那個叫旅行這些 可是你跟他們講說這叫護照啊 你叫簽名簽 你可以選擇的總統嗎 你是中華民國公民嗎 也不是啊 你還是拿他的國民身分證 這不行 這每一件事情都違法啊 你跑去做兵 那是怎麼回事 你去用簽名 被佔領者 跑去替佔領者當兵 那還會亂去嘛 對不對 你去護佔領者的議員 講中文北京話 那不對 也不對啊 去用簽名的人 不用加膠水 你知道嗎 不用去買武器 你知道嗎 你每一件事情都去做嗎 所以我們一狀告到美國 你如果在中華民國體系 來告不怕 對不對 你知道他後面的老大 像美國嘛 都去美國告嘛 美國的法院也受理 證明一件事的影響 美國在老大在灌的嘛 台灣是美國在灌的嘛 你知道嗎 如果美國法院受理表示 台灣這個案子是他在灌的嘛 法院判決結果出來 台灣人沒有國籍 台灣人還生活在政治煉獄底下 沒有世界所承認的政府 這一個一個都對的啊 這歡迎喔 現在又是美國人說 台灣人是生活在政治煉獄 什麼叫政治煉獄 什麼叫煉獄 你知道嗎 煉獄英文叫做Predigory 煉獄是什麼意思 你們知道什麼叫煉獄 煉獄不是地獄喔 煉獄是什麼 在天主教的一個神學名詞 就說你天堂上不去 地獄也下不去的地方 在那裡煉獄啦 不夠嫁啦 在那裡去給祈福啦 叫做煉獄啦 台灣人現在生活在政治的煉獄啦 什麼叫台灣政治的煉獄 你拿他的身份證啦 你以為是他的公民啦 你去選他的公統啦 台灣人沒有生氣了啦 搞不清楚自己是誰啦 以假的身份一直在過一代一代 三代都在過以為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 那叫政治煉獄啦 這種人很可憐的啦 很奇慘的 但是台灣人不覺得啦 問題出在這裡 你還覺得還不錯呢 有飯可以吃 水人叫 這就是台灣人可悲的地方 今天台灣人是要給你剩下的 再來 現在贈領者和被贈領者的關係 你知道嗎 你是被贈領者 為什麼你是被贈領者 你知道嗎 你當時被被贈領者 你說你阿公嘛對不對 為什麼阿公那個時代 就被你被贈領者 你用什麼樣子講 我告訴你 那時候發生了二十次世界大戰 對不對 日本時代嘛 表示那時候你是日本人嘛 你阿公是日本人嘛 對不對 對不對 為什麼要戰爭 那時候唯一發生在台灣島上 只有日本的戰爭 那不是 你本隊長在這裡 你是日本人啊 你輸給美國人 對不對 所以美國打贏這個戰爭 二十次世界大戰嘛 要跟你戰爭後 天皇投降 我們日本人投降 對不對 他就是贈領者 但是 但是你如果沒看到美國人的臉 我告訴你 阿公那台有看到 美軍有一次 但是他派一個代理 叫做蔣介石的部隊 給你一次 接受投降 所以你想說是中國人 這贏了 其實是美國人 整個後面就是美國人 在法律上 你去看就金 戰敗之後要簽立條約 對不對 那是簽什麼條約 我們戰敗之後 我們簽了一個條約 就金山和平條約 但是中華民國都不會跟你說 帶過而已 在條約裡面就跟你說明 美國是台灣這塊土地的 主要佔領全國 所有這塊土地上的日本人 都要跟誰負責 美國軍事政府 報到 聽他的話 你知道嗎 現在先不講那麼多 那是簽聽請 你看看 簽聽請 他在那裡 膝蓋開開開 把整個火酒都吃起來 對吧 那比簽聽是我們 對吧 這就是部落戰爭 我現在慢慢要跟你們講 台灣的歷史 讓台灣人說起來 中間跑出一個代理佔領者 你現在看到那個中國人 中國在台灣的代理 剛才那名字照出來第三張卡片 在中間那裡也是紅的 中國牌的 就是在公園 代理佔領者 問你 佔領者和佔領之間 有一個代理佔領 先問一件事情 佔領者可以佔多久 比如說我佔領後可以佔多久 有規定嗎 沒有規定 我要要多久 我越久越好 就是這樣 雖然表面上說佔領 你們初級班要學兩個 剛才我們班長也講過 第一個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對不對 合理 聽到這句話 第二個 佔領不宜轉主權 佔領 但是主管不會換作你的 就好像美國打贏伊拉克 伊拉克今天有沒有變成美國的領土 沒有 美國打敗西班牙 西班牙有沒有全部都變成美國領土 沒有 只有他的一些屬地變成美國的 只有這樣而已 但是西班牙不會變成美國的 戰爭這麼多 佔領不宜轉主權的意思 你派一個中國人幫你代理佔領 沒有 沒有 基本上沒有 但是有什麼 沒有時間限制 可是有條件的限制 我說一個舉例來講 比如說有一家公司 我請了一個經歷 替我管理 我買了一家公司 然後請專業經理的人幫我管公司 真的 這個專業經理人很會賺錢 幫我賺大錢 我會教他 時間到了你要離開 怎麼會這樣 不會 我恨不得你繼續做下去 替我賺錢 對吧 但是有條件的情況發生之後 他要離開 什麼條件 譬如說 他給我欺負我的工人 對吧 公司是我的 工人也是我的 我贏的 但是你經理幫你給我欺負 我會叫你走路 對吧 會影響我公司的士氣 對吧 第二個 經理如果賺10塊 幫你補2塊 吃8塊去 這可惡了 我不是只叫你走路 我還要去顧 對吧 還有一個情況 如果這個經理贏了 想辦法 要把這個公司吃起來 我馬上就叫你走路 不是 這三個叫做條件的限制 獨家前面沒有時間限制 但是有條件的限制 其實你當你違反了 對這個公司有利的限制 我會叫你走路 現在就是這個中華民國做的事情 中華民國三行做得到 第一次你求台灣人 違反戰爭法 叫台灣人去做兵 叫台灣買武器 叫台灣人挑選 對吧 改變台灣人的議員 這每個都做得到 第二 他利用軍售 中間上下舉手 對吧 第三個 他要把整個台灣吃起來 他要宣稱 中華民國在台灣 中華民國擁有台灣 台灣唯一合法政府叫中華民國 是不是就是要跟你吃起來的意思 是啊 美國怎麼會幫他這樣做 絕對不會啊 是不是 現在知道了嗎 這就是這個情況發生的 所以一定要走路 說到這個 我們還是要回到最起碼 最基礎的觀念 很開心 所有的人類 早期都是這種形式發生的 我們早期的人類 幾萬年前 所有人類在地球上 都是以部落的形式 這叫部落 你知道嗎 你知道部落是什麼嗎 什麼叫部落 就是很多的家庭 因為共同的 打爛的範圍 還是水圓 還是種植的範圍 這個字也會跳的 OK 因為這樣的範圍 大家住在一起 就形成部落 對不對 部落跟部落之間 相處到什麼 打 打 這是其中一個 其中一種方法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是什麼 合作會 變得更大 對不對 你如果燒爬 燒台的時候 都會這樣抬 抬得都沒有一個村 一生就不會殺光 對不對 如果要合作就是越合作越大 越合作越大 越合作越大 之後變成什麼 王國 王國更大後 變成像United Kingdom 大英國協 就像大國家造出來 對不對 所以世界上是 大者恆大 越來越大 所以這就是 但是以前 當把對方殺光的時候 顧起來覺得這樣不對 為什麼 當我併吞另外一個部落的時候 我的土地 勢力範圍是不是變大 但是因為我把對方殺光之後 過去台都乾淨 男的女的老少子 全部殺光的 不會流活口 過去我怎麼說 大山老師 現在還有這件事 我說有啊 你自己看中東現在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 西里亞是不是在塗層 日期都把你對頭到尾都抬了 對不對 沒有把你老的 對不對 到今天為止都還發生這件事情 過去都這樣 但是現在問題來了 我抬了之後 土地變大 人變少 沒辦法生存下去 所以我會做一件事情幹嘛 把你老弱婦孺留下來 把你更厚更厚的 男人都抬了 只剩下女人 跟女人 跟老人 老的做什麼 敬禪啊 做事情 做路勒嘛 對不對 過去這件人是有效忠對象 我告訴你一句 效忠對象就是有頭的人 你有好中的對象 現在這件人 你做到抬了之後 你就沒有好中的對象 你就知道沒有頭的人 對不對 你頭被人家砍掉了嘛 你要效忠誰 你現在是人家努力嘛 一頂人都沒頭的嘛 對不對 只有一個辛苦的 吃的做 對不對 會睡這樣而已 存這個功能 所以他每天都在忙什麼 我給你一個名字 叫支援回收人 他們都是沒頭的人 每天辛苦工作 然後吃飯睡覺 餐飾吊舞 每一天就是過這日子 就是炭情營 黑膠水 就是現在台灣人過日子 你就落了 人家叫你學什麼技研 你就叫你學生 你就是奴隸 你知道嗎 台灣人過期 過日子就是奴隸般的生活 我不管你塞什麼好車 戴什麼好處 一樣奴隸 因為人家決定你要怎麼過日子 決定你用什麼語言 決定你繳稅要繳多少 人家來定遊戲規則 你遵守 過期台灣人就是過被奴隸的生活 台灣人不知道 說我可以出國 跟那個不一樣 你整個心態就是被人家奴隸的狀態 這樣 我告訴你 回到這個就是 不管現在什麼戰爭 都只有一個名字叫做部落戰爭 部落就是以你這個地方的人民 作為一個主要的利益做考量 那個叫部落 跟別的部隊的戰爭 部落戰爭在征服對方以後 都會用什麼手段給你控制 宗教 語言 姓氏 這三項 改變你的宗教 改變你的語言 改變你的姓氏 你知道嗎 那就是台灣人過去的事情 你的議員現在說的 你講中文都不是 我們應該講什麼 日文啊 日本人啊 不然我們是高山族的語言 不然不同族有不同族的語言 那才是我們分隊的語言 中文不是啊 再來 姓氏 你現在的姓氏都不是你的姓氏 那是被視性的結果 你什麼姓氏 你都不是啦 我們過去的姓氏系統不是 再來 宗教你拜的神也不是啦 連你拜的神都是中國來的神 但是這三項很好用 好用得對 可以控制一群人啊 所以以前大清帝國 你台灣太弱了嘛 都是部落啊 根本不用跟你打 整齊就這三項一次就好了 你們台灣人為了要做生理 要賺錢 所以你自然去拜他的宗教嘛 說黑衣的語言嘛 所以我們很多以前的便部族的 平埔族 早一點就跟他們就通了嘛 學他們的語言嘛 就開始拜他們的神 人們就幫你守生 就說我也守一群人 覺得很驕傲 我哪兒 遇到那些中國來的大清帝國 你怎麼沒有一個生 覺得見笑 為了要跟中國來的這項人做生理 就說我也守一群人耶 其實胡說八道 你的祖先不是從那邊來的 我待會兒聽我講 這個堂 就是讓你大概的知道了解一下 台灣的歷史過去怎麼走的 一開始四萬年前 我們的祖先已經來到這裡 四萬年喔 不是你現在中國人 或是民進黨 或是台南 或是李登輝說 台灣四百年歷史 不是四百年喔 是四萬年喔 我待會兒以後會有科學證據讓你看 四萬年前以部落形式存在 到後來這些 剛才我說的 不同部落會結構大的部落 那時候出現幾個大渡王國 這只是目前有考據的 還有很多目前還在考古當中的文化會跑出來 比如說大奔耕文化 台中的什麼文化 屏東 花蓮 都有不同的文化古物跑出來 之後直到十六、十四、十五世紀開始 才有什麼 因為航海技術 人類航海技術發達 這些比較強的國家 有歐洲 還是日本 從中國 都集中來了 各位 來我們台灣 來台灣幹嘛 要託你的資源 那些人就是 就是 殖民者 市民 要把台灣殖民地 你知道殖民者 對殖民地要什麼東西 要你的資源 你如果禄子皮 來 你有什麼 你的資源他要 所以這群人來就是 掠奪者 英文叫做Predator 什麼掠奪者 我說一個比較糟 就是男生對女生有性需求 但是不要跟你結婚 你知道嗎 有性需求 但是不要結婚 就是當你還年輕 還冒美的時候 我要你 但是我不想結婚 是因為我不想負責任 你知道嗎 等到你老了 怎麼看 我就把你丟掉 中間不用照顧你 所以過去 我們高砂族 遭到的一件事 美國的軍隊 擱淺在屏東外海 美國軍人就衝上岸去 想要求救 結果沒想到 都把高砂族全部殺光 殺光之後 美國就抗議了 跑到大清帝國的朝廷就抗議 為什麼你把我們人全部殺光 賠錢 你知道大清皇帝的說什麼 大清說什麼 那些人是化外之民 不是我們管的 法語不法 由貴國制裁之 你要怎麼處理 隨著你 那就是殖民者 對殖民地的態度 如果有好人 他都要愛 如果對著壞事 滑到哩哩哩哩 跟我無關 對不對 那就是中國人對達人的態度 的確也是如此 大清帝國那時候站左半邊 右半邊都不是他管的 就是這樣 再來 這些掠奪者 殖民者之間開始會打架 你覺得好 我也覺得好 大家來唱 所以那時候很多不同的殖民者 在台灣都打架 打到最後 最強的殖民者打贏 對不對 誰最強 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把大清打敗 1895年 簽立馬關條約 過去我們上課讀到什麼 中國哥讓台灣澎湖跟遼東半島給日本 對不對 錯了 不是這樣子 真正的條約內容是怎麼寫的 大清帝國大皇帝 為了要尋求跟日本給我們戰敗 尋求和平 所以 對大日本帝國皇帝做了一個動作 哥讓台灣澎湖跟遼東半島給他們尋求和平 不要把我們滅掉 你知道嗎 是這樣啦 去求饒 皇帝跟皇帝之間的交易 所以你一旦哥讓台灣澎湖出去 是誰拿到手上的 大日本帝國皇帝 不是現在日本 也不是國家可以拿到的 是皇帝拿到手上的 所以我們共和日俗美戰者 屬於大日本帝國天皇的 台灣這塊土地的主權 但是一開始拿到手上也是殖民地 你如果拿到手上只是殖民地 有一天被打敗 你還是要給人家搶走 所以大日本帝國皇帝做一件事情 他就開始建設台灣 澎湖 跟對北海道的做法一樣 北海道以前也不是日本的 有艾奴族的人住在那邊 日本人這樣開墾 改變他們語言 皇民化後 宣布日本憲法實施在北海道 才會變成日本的一部分 他對台灣也是做一樣的事情 我跟你講喔 男生追求女生怎麼追的 送你花 請你吃東西 給你賺水水 最後給你帶你一門 對不對 給你正式的名分 一樣 1895年的4月1號 大日本帝國拿到手中之後 就要在1945年的4月1號 宣布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就是結婚的動作 從此以後 台灣人民效忠日本天皇 換取他對你的保護 這就是結婚動作啊 第一次台灣建構主權 是在大日本帝國的手中 建立了第一次台灣有租館 租館這個概念你慢慢要建立 什麼叫做Saventity 就是你已經是完整的一個人了 不是部落形式喔 所以那時候日本拿到台灣的時候 發生一件事情 就本來說 欸 大清只管左邊 右邊不是他的 是要怎麼樣 他就再去問美國 因為美國那時候有佔領北美洲 北美洲本來上帝大 印第亞人大 後來怎麼變成美國的 他就有一個說法 他們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那邊都是部落形式 對於部落形式不是國家 所以我們把他征服 征服啦 他用征服這個手段 因為他還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你用征服之後 他就可以變成他的 所以他同樣的方法 對付台灣 說台灣還是 東半邊還是部落形式 所以把他征服就可以了 所以花了十年 電影有在演嘛 薩德克巴萊嘛 就演大日本帝國警察 加上那個那樣 對啊 就是打東半邊 不是一開始就打喔 而且喔 當然日本帝國打大清 不到一年就打完了 那為什麼打台灣這些小島 打了十年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有一天 這塊土地是日本天皇的 上面是日本天皇的臣民 他不會給你亂殺 對不對 你就要給你鼓掌 他用什麼鼓掌的方法 第一個 把他的貴族的小孩子 送來這邊跟你通婚 跟我們酋長通婚 他們通常都是這樣做的 但是你如果不願意跟他通婚 他就請求你歸順 你如果不歸順 就開始打 是這樣啦 所以他花了十年時間 最後把東半邊都拿下來 第一次建構台灣的主權 建構主權之後怎麼樣 就宣布憲法 就要做黃明化的動作 因為你不要說自己 你怎麼當日本人 所以他會做黃明化的動作 建設台灣 待會兒我就給你看這段歷史的照片 最後1945年4月1號 宣布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從此以後 我們已經有紅了 結婚了 不是以前過去在自由市場 給人家亂追的 給人家欺負的 不是 現在有問題 但是結婚之後 現在中國人慣 因為二次世界大戰又發生事情 我們大日本帝國戰敗 打敗我們的美國人就要求 過期跟你招待那些男人 再帶他回來 再找他一次 才有今天這個情況 這個歷史簡單說起來就是這樣子 但是好在我們現在透過國際違法 把他招待 招待這段 支那人 跟他們來的難民 就要回家了 但是他回家的過程當中 我們在裡面 就是這段台灣人 很奇怪喔 還是在保護他們這個系統 那就是我們現在說的 中國台灣當局 那些人 你選中東那些人 因為他在中國體系 得到吃香喝辣的 得到好處 他寧可去 帶這個人 你知道嗎 那個名字 我的名字叫余虐 余虐 余虐 余虐這個概念 過去就有了 當大清帝國統治 把大明帝國打敗一尊 是不是有一群人 留在台灣要反清覆明 對吧 那叫余虐 大明帝國余虐 那日本人統治 還有一群要抗日分子 那叫余虐 就是說你的大環境 政治環境已經改變了 過期在那個環境裡面 鐵頭好處不願意改變 叫余虐 開始有點悶了 可不可以把冷氣 他是已經變成送風 汗都流出來了 來 現在就是台灣人 你到底有什麼人 你們是不是台灣人 都是吧 請問你 覺得台灣人不夠 你是哪一國人 全世界台灣不是個國家 我知道你是台灣人 我沒有懷疑你不是台灣人 但是你是第一國的人 這個很重要 我相信台灣人都說我是台灣人 但是你是哪一國人 你講不出來 對不對 所以 我們這個要搞清楚 你是什麼人 是白血 透過你老的婚 決定你是什麼人 但是你哪一國人 是透過法律 OK 白血 你是佛摩山 沒有錯 沒有錯 我告訴你 現在那個地方的人 他可以說他是新台灣人 但是他沒有說他是福爾摩山人 你知道嗎 他可以跟你騙 說我也是台灣人 我剛才出事 但是你都不是佛摩山 你知道嗎 再來 佛摩山這個名字 其實是在舊金單合約裡面用的名字 FOMOSA & PESCADOR 就是澎湖和台灣的名字 那不是你真的可以說的 再來 再來 我們的賣路 我們的國籍是什麼 大日本帝國 我現在不用跟台灣人解釋 直接講答案 就是大日本帝國 所以你要證明你是什麼人很重要 你如果證明這個 你才是被佔領地 我剛才講說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我剛才問你憑什麼證明 你就要拿這個ID 但是美國當初叫我們 因為我們告美國 你怎麼是這個情況 你是佔領者 怎麼變這樣 他說不好了 政權要還給你 你知道林博士那時候要去告 就是去告那個林博士要去拿政權 他說你沒有資格 他說為什麼沒有資格 剛才我問你的話 你拿的證明 怎麼證明你是台灣人 你拿不出來 所以最後美國就要發行身份證 所以我們有一個 我們的一個法律 那個基本法跟那個什麼法 那個我們有一個權力法案 我們有通過公民權力法案 你怎麼當台灣民政務的 真正的ID擁有者 你要去申請戶籍等本 證明你老爸老母 或是阿公阿嬤 在日本時代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有戶籍的人 他的後代 你就是被佔領者 你被佔領者就可以拿到一張ID 當然啦 不是這些人也拿ID 只是上面給你的記號是不一樣 為什麼要這麼清楚做記號 就是要回到法律的層次來討論問題 你才可以把問題釐清 才知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因為你現在不會說戰爭 要說佔領者和佩佔領者 這不會是南社會 所以這個ID卡變得很重要 所以你們都要去申請這個 也只有拿這個ID卡 才有資格來當民政務的官員 對不對 我們有條件的 什麼叫Civil Government 這個名詞一講出來 那在各個世界各 我就知道你是什麼單位 反而是台灣人搞不清楚 什麼叫台灣民政務 台灣民政務不是你隨便可以叫的 就是你佔領軍進來一個地方的時候 要成立兩個單位 一個叫軍政府 一個叫民政府 每個國家都是 你佔領一個地方 成立軍政府 目的是什麼 是要控制當地的秩序 用軍事武力的方法 跨台就台 民政府是在當地的人民 Civilian 要管理每天的民事的事情 每天要吃錢 要贏的 這都是民事的事情 那跟軍隊無關 但是也要人家發怒 所以當地的百姓 就要自己組成民事政府 你知道嗎 以當地的人民來組成 不會外地的人 也不會佔領者 不能一輩子 你知道嗎 所以台灣民政務 這名字一出來 就把台灣的地位凸顯出來了 當我們講這個名詞 我以前講過 我們在遊行講過 當我們把我們的魅席 拿出來的時候 就告訴你我們是什麼身份 就動不了我們了 再來 group identity 之後我們再講 這個是什麼 因為我想說 我們是台灣人 很多人 因為長期受到 中華民國的教育 幫你洗腦 說你是祖先從中國來的 你會覺得對不起你的祖先 對不對 我跟你講 你如果真的拜中國人 再次對不起你的祖先 聽我說 DNA 現在 你們當地財產很多 幾百億的話 要噴財產 噴完之後 總是會一兩個人冒出來 說 我是你們老婆 以前得罪到頭生 我也要來噴 對不對 總是有這種人 莫名其妙冒出來 你爸爸以前在外面 花天酒地酒 神宿也奇奇怪怪的 但是我有資格 在法律上是有 所以通常這個家庭 他會反問對方一句話 不然你去討會 對不對 你講那些都沒有用 你故事去編 誰會不會編 但是你去厭血 騙不了人 對不對 你身上流的血 騙不了人 叫做DNA 為什麼那個騙不了人 我告訴你 人在傳宗接待的時候 你的染色體會複製 複製就是爸爸切一半 媽媽一半 鴿燒血生出你下一代 所以你們家生的小孩子 不是像爸爸這邊 就是像媽媽那邊 不會像你們隔壁鄰居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像隔壁鄰居有問題 對不對 一定是這個 那叫DNA DNA裡面 我告訴你 染色體在複製的過程當中 會產生突變 就是不小心歪掉 就有一個特別不一樣 這個不一樣很好用 怎麼用 就當作一個記號 所有從你這邊生出來的小孩子 都同樣一個地方變掉了 因為今天染色體一下 拉出來幾上億對 你如果吐出一個媽媽就變記號 所有從你這邊生出去的後代 都有同樣的記號 這樣來進你的周生 所以他就做這個圖 現在也不用鹹火 用口腔 那棉花瓣口腔刮一下 送到實驗室 不到幾天就出來了 所以國家地理頻道 你有沒有聽過 國家地理頻道 就做這個實驗 到現在為止 這個計畫主持人 叫Dr. Spencer Spencer Wells 做這個研究 已經 抽樣已經到80萬個樣本空間 80萬全世界去抽樣 80萬的 所以把人類從哪裡來 往哪裡去拉出來 這就是這張圖 你看到箭頭 最後就是到這邊 這裡是秘魯 秘魯 對不對 阿根廷 這南美洲 它有一個箭頭 從哪裡來 從北美洲來 北美洲從哪裡來 你看 QQQ 就告訴你 全世界的人 六萬年前 從同一個地方出來 從哪裡出來 可以看嗎 這裡是哪裡 非洲 現在活在世界上 所有的人類 六萬年前 來自同一個地方 六萬年前 有多久 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 在六萬年前 開始遷徙 四處 什麼理由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大洪水 還是非洲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開始走 走 走在世界各個地方 產生現在的不同民族 你當時想像 就說 那時候非洲發生什麼事情 有時候人們就開始走 走走走 因為台灣人說 大山老師 你說的太多 我只想要知道 台灣人從哪裡來 對不對 台灣人從哪裡來 你看 非洲六萬年前 離開 來到哪裡 南葉門 再來到印度 這是印度 印度南部 有一個人 離開的時候 來到印度 覺得這個地方很漂亮 就住下來 就變成現在印度人的祖先 你知道嗎 繼續再走走走走走 走到哪裡去 馬來半島 這裡是馬來半島 印尼 現在六萬年前 我們的祖先從哪裡來 有一 students 離開現在印尼人 再來 又不一樣 繼續走走走走走到哪裡 來到台灣 在哪裡 四萬年前 時間點 這裡是六萬五萬四萬年前 來到這邊 我們的祖先四萬年 已經來到台灣 開始離開 喜歡這個地方 就開始生徒 那就是我們台灣人的祖先 那為什麼不喜歡的人 繼續走走哪裡去 這裡哪裡 日本的 日本又不敢去走韓國 韓國又不敢去走 所謂是中原地區 又不敢去走西藏這個地方 那我問你一件事 韓國那時候知道這件事 好高興喔 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中國人起到要死 因為他們很討厭韓國人 可是沒辦法 這事實 科學證據 真的 中國人有一部分是從韓國去的 沒錯 他就有他的祖先 問題是韓國人的祖先是誰 從日本去的 這樣會看嗎 日本人的祖先是誰 日本人的祖先是誰 你們不會看圖嗎 日本人的祖先從哪裡去 台灣啊 從我們台灣去的 可以這樣看嗎 所以我們台灣人到最後是中國人的祖先 中國人有一部分從台灣去 他就要把我們拜 不是我們拜 正宗追遠要追到台灣 不是追到那邊 台灣人還追到非洲去嘛 我們只是這中間的一個過渡嘛 沒有錯啊 這是事實的陳述啊 至於這所謂的中原這地方有什麼人 你看那麼多人 你看 印度這邊來的 有歐洲來的 有一個離海 黑海 下來有蒙古下來 又從俄羅斯這邊下來 蘇俄那邊下來的嘛 所以十幾種人 在兩萬多年前來到這地方 纜車會 部落戰爭 抬來抬去 對不對 我跟你南你跟人 所以誰是雜種 誰是大雜種 中國人是雜種啊 沒有錯啊 但你問中國人你是哪一種人 我說哪有中國人 他們官方是講 漢滿門回葬苗堯 說到六十幾種對不對 那你不是雜種是什麼 大雜種嘛 對不對 當初你們在嘲笑台灣人是雜種 你們才是真正的大雜種 不然你要走開嘛 我跟你講這全世界上 沒有中國人這種東西 你知道嗎 如果有中國人的話 請你把中國人的血定義出來 那我也抽我的血來跟你對對看 他拿不出來嘛 因為這世界上沒有一種人的血 叫做中國人的血 沒有啦 十幾種人哪有中國人的血 請問大清帝國的血 是不是中國人的血 不是啊 元朝的人是不是中國人的血 不是啊 蒙古人不是啊 這裡面十幾種人耶 沒有一種人叫中國人的血 沒有 所以中國人是一個政治名詞 不是一個真的科學上的定義 反而讓台灣 FOMOSA這個地方 是真的有這個血 為什麼 四萬年前住在這個土地 從此以後沒有跟外界接住 住職到十三十四世紀最近 才開始有外來的人口進來 進來的量也不是要移民 因為這地方不好過日子嘛 一點點人來而已嘛 所以主要的人 還是FOMOSA嘛 住在這裡 四萬年沒有人來的嘛 相對蠢很多對不對 所以每個清明節 你如果去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你就拜祖了嘛 拜什麼祖先 拜你四萬年以來的祖先 你每次去拜清明節 說我的祖先從哪裡來 你就拜祖了耶 不要再做這種事情了 絕對不要 反而是中國人要來這邊拜祖先 對不對 沒錯嘛 我們又寫DNA來研究好了 這就推翻所有過去 中國人要給你洗腦的歷史 一次就解決掉了 沒錯吧 這很重要 這叫科學證據 所以你來民政府 我們只講幾件事情 歷史上的事實 歷史上的文件 科學的證據 跟你邏輯的推理嘛 你就搞清楚所有事情不是嗎 反而你在他的系統裡面 你通常從來就不會搞清楚過 連媒體的人都會騙 最近就是最好的例子 好啦 這個講完以後 Dr. Spencer講了一句很有名的話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人類的故事 歷史故事是記載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不在地用騙的啦 要知道齁 大山老師 人類有可能照樣 我說過期海洋沒那麼深 你看Google Earth 淺藍的地方是可以走路的 海水都沒那麼高 所以這樣看 南海這個地方算是蠻深的 有沒有 這個地方算蠻深的 是到這邊淺 所以你沿著旁邊這邊走 是可以從非洲走到南美洲 好像走路在那裡 那時候開始以前的海水沒那麼深 所以這證明一件事情 你如果往這個淺海去挖 可以挖到史前的很多人類歷史 證明後來也證明出來 外光是時間點 六萬、五萬、四萬、三萬、兩萬、一萬 那叫這個 澳洲算是相當早對不對 照這個圖 四萬年前五萬年前就到澳洲了 那這個圖我再給你們一個證明 考古證明 來 這是什麼地方 法國南部找到的 我們待會兒都回直會回來 這個地方你們看 到法國南部這邊 時間還算是三萬、兩萬年前的事情 沒錯吧 那時候我們來挖考古就可以挖到 考古就是三萬、兩千年到三萬年前 你有沒有看壁畫 三萬年前人的畫 有沒有厲害 你看他圍背 圍那個什麼犀牛 有沒有 畫獅子老虎 畫得好像 皮卡索看到這個也嚇一跳 說我們坐在那邊那裡 比我更厲害 但是法國人挖到這個以為自己很了不起 人類的文明從我這邊開始 結果不是 照我們讀的看法很少就到澳洲 可是我們印象中澳洲好像很落後 結果不是 你看 我先給你看印尼 印尼、Indonesia、Sulawesi 這個地方他們的壁畫 時間點是四萬年 這是澳洲 你看四萬年以前 這種動物你看都沒看過 對不對 那些人很老闆 看到什麼 這種動物現在不在 唯一跟牠很像是什麼 Kangaroo 袋鼠跟牠很像 你看四萬年以前 所以就符合我們剛才那個 這個圖的定義 你幾萬年前到哪裡 你就應該挖出 那麼久以前的東西出來 人類的 我這樣講人類的東西 所以相對中國這邊就不要晚 你講幾千年歷史笑死人了 我現在也是以萬計做單位 中國人以前好像講自古以來 我們自古以來 中國根本就是不見了 根本沒有這個地方 自古以來從非洲來 自古以來中國是蒙古的 自古以來多了 來 現在我要講一個東西 我剛才講說有一種人叫做資源回收人 對不對 沒有頭的人 你們看過超人 沒有看過沒有頭的超人 沒有頭的超人是什麼 他功能很強大 可是他沒有效忠對象 功能強大的超人 要跟人打都有 但是他沒有效忠對象 就是超人 不要看別人 我來抓給你看 給你看這個圖 我問你們簡單的事情 你們在座各位有沒有超過一千人以上公司的老闆 沒有 沒有 過去有 有一個台商舉手 我說你們公司多少人 兩千人 我是老闆 我說兩千人也不夠 他說為什麼不夠 我管過兩千人來當民政務官員 為什麼不夠 我說台灣民政務官員一個人要管六十萬人 你們嚇到 我們準備四千名官員 以後台灣人兩千四百萬 平均一個人管六十萬人對不對 你只要考上郡守知識 你就管幾十萬人啊 甚至百萬人都有啊 怎麼管 你會歡樂嗎 鄉永哥你管六十萬人 六十萬人多少 來 我不曉得這邊有沒有那張圖 我搞不好 欸 這邊要翻很久算了 六十萬人 待會兒給你看那張圖 有沒有 有沒有可能直接跳到六十萬人那張圖 不可能喔 有沒有可能直接跳到六十萬人那張圖 給他們看 然後再跳回來這邊 直接跳六十萬人那張圖 有一群人那個 給他們看 沒有喔 沒有就算 你有沒有找到六十萬人 就一堆人啊 像螞蟻一樣那些 沒有就算 沒有關係的 有沒有看到 我這邊只有三十萬人喔 這裡面廣場的人數只有三十萬人 六十萬人是這個的兩倍 你們如果當官員以後管這兩倍的人 好 謝謝你 我回到那個PowerPoint 他們有這個印象就好了 回到我剛才PowerPoint那邊 你會煩惱嗎 雙雙哥你還是管那麼多人 我跟你講你不用擔心啦 也不用自卑啦 因為歐巴馬也從來沒有管過三億人 對不對 他突然當美國總統嘛 他之前也沒管過那麼多人啊 可不是他管得很好 那問題出在哪裡 他有制度嘛 對不對 美國是一個有制度的國家嘛 所以誰當總統一樣嘛 上來的時候就可以管這麼多人嘛 用的是系統嘛 還要是他腦袋跟決策嘛 跟決斷力嘛 對不對 因為做領導者就這樣嘛 那我跟你講 你要當統治者 第一個要把人分類 人分做幾類 分做三類 我現在都在講人喔 我沒有講動物喔 來 四季看 沒頭的 有頭的 最近是不是有一個新聞 韓國好像有哪一個官員說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都是豬跟狗 對不對 結果他就要下台 我跟你講 某種程度上他講得誇張啦 我的分類是百分之四十 隨著你的社會發展得更先進 我先講什麼叫做 我還在講人 只是說 他這個人的行為 是好像動物一樣來主導他的行為 動物是什麼 有吃就很高興 沒有吃就是 Key poop 對吧 對不對 動物就是這樣嘛 所以你可以用食物控制動物 對不對 我用食物可以讓大象 單腳站起來 我可以叫獅子跳火圈 我可以叫魚從海裡面跳上來吃東西 用食物可以控制動物 所以你對付動物就是用食物 這樣就好了 過期我們高雄不是很年輕人 晚上也沒睡覺 拿的武士多 騷招招把人家砍 警察把他抓來說 年輕人你會做什麼 那年輕人屌人當在警察局裡面說 沒什麼送 這句話能聽嗎 這種話還沒聽 你跟人家抬 你覺得送 這是什麼問題 他講的是不是人話 不是 他在講動物的話 動物什麼話 因為他當發情 還是那些掠食本性跑出來的時候 他就想去砍人 他是在滿足他動物的本性而已 所以他講的送 所以他講的不是人話 他是動物一樣的話 我現在怎麼說動物 你也不要小看這群像動物一樣的人 他可能住的是地堡 開的是Laborgini的跑車 有私人的遊艇飛機 可是賣收水油給你喝 你知道嗎 收水油世界那個主角 所以這群像動物一樣 他為了賺錢 他不管別人的死活 所以你過去吃的 所有有問題的食物 都是這些動物做給你吃的 不是嗎 你又照相花錢去買來吃 不是很可能 我現在在講 這跟動物一樣 所以過去台灣人很喜歡講的句話 去學會做什麼 不然就做飯吃 你有聽到嗎 這種話以後名證文官員 不可以再講 說這群人就是動物 為什麼 他任何東西的價值 是以他可不可以吃下去 當作價值的標準 對不對 如果沒吃好 這沒路由 是不是 他是不是就是動物 他講動物的話 你不要講他一樣的話 他現在比較高一級 就是沒有頭的人 這種人不會像動物 越下面的越physical 越上面越來越主觀 越高級的沒有頭的人 所以很客觀 他做事情都很客觀 只是他沒有效忠的對象 我先講最上面 有頭是什麼 有頭就是對事情的 是非對錯善惡標準 非常清楚 對就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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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一個簡單問題 你們今天來這邊上課 是因為想透過上課 改變你的人 請舉手 上課 你今天希望透過上課 來改變你這個人 是希望這樣子 請舉手 對 好 請放下 不好意思 都錯了 你知道為什麼 我是大三老師 沒有不好意思 我就希望你們回答 我才能回答 為什麼不是 我問你 你們有交過男女朋友 也有跟家人相處 超過幾十年的經驗 請問你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 跟他講話 跟他過日子 你有辦法改變他嗎 不可能對不對 對不對 好 你花那麼多時間 你憑什麼認為 來我這邊上課兩個小時 你就要被改變 改變自己 我知道啦 那你 你就跟人家 花那麼多時間 天天生活在一起 都不能改變對方了 你怎麼認為 你來我這邊 我可以兩個小時 就把你改變 不可能對不對 你下一個合理的問題 要問大三老師 那我們來上課幹嘛 你是不是應該這樣問 那我來上課幹嘛 你應該這樣問啊 那我來給你答案 好不好 你本來就是這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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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人 就是對於是非對錯 很在乎的人嘛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本來就是這種人 來過去在不好的土壤裡面 你長不大嘛 因為人家用謊言在騙嘛 媒體啦 教育都跟你騙嘛 你不會大小 但是來到這邊的話 我們就公益你 只是公益你東西而已嘛 什麼東西 法理嘛 證據嘛 邏輯推理嘛 你本來就是頭腦分明很清楚的人 你看到這個 看到不對就受不了了 很想figure out 所以你早來再花錢來上課嘛 你搞清楚以後 你的眼睛就開了嘛 是不是 所以我們在做什麼動作 篩選人的動作 不是在做教育喔 要把一個人打到那裡 太難了啦 我沒有做教育 我在那裡做篩選人 就是你本來就是這塊料 只是透過這個課程 提供你需要的知識 你自己就會茁壯長大 變成大樹 你知道嗎 你們本來就是這種人 這種人就是我們要的人 你這種人來了才能 以後才能統治 統治會比較這個人 沒頭的人 像動物一樣的人 99.9%的人都是這種人 所以我沒有驚訝 每次來上課人數不多啊 合理啊 因為整個人數 本來能夠當領導者很多的話 那是社會完蛋了 每個都要當老闆 每個人都叫人家去做事情 是不是 大部分人是沒有抽象能力 思考能力的啦 大部分人就是 你叫我做什麼好好做 時間到領錢 去買錢 還生什麼一代 就是這樣 這是大部分人的生活啊 如果要做領導者 你的觀念思想要跟人家不一樣啊 你必須要在事情還沒有發生之前 我已經知道這事情會怎麼走了 我事先就要做下去了 不可以等到最後一分鐘啦 這種人就是我們要愛的啦 我們要求這種人把你們求出來 透過上課的方式把人篩選出來 把台灣人裡面的精英拉出來 所以你們要很高興 那時候秘書長上課請問 你們來上課之前先自拍一下 下完課再自拍 禮拜天自拍一下 就知道自己整個人變了 什麼變 眼神變了 本來搖搖搖搖搖 不知道在聽還是什麼 在後面打瞌睡 現在頭腦清楚了就會亮了 你知道嗎 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很簡單的 來 再問一件事情 我沒有時間 來 自由 幸福 快樂 問一個簡單的事情 你覺得我這一生追求 就是自由 幸福 快樂 請舉手 再問第二次 剛才那一題問完了 我一世人追求的目標 就是自由 幸福 快樂 這沒什麼錯嘛對不對 同意也請舉手 好 請幫忙 又錯了 我來這邊上你的課 我以為對的 現在都錯 我跟他說你以為對的 是因為以前的中華民國體系教育 都給你教這個 有的沒有的 第一個 自由 幸福 快樂是什麼 什麼 形容詞 第二個 自由 幸福 快樂是什麼 它是副產品 Biproduct 當你做對事的時候 是伴隨而來 我舉個例子 如果一個醫生說 我一生就是以賺錢為目的 這種醫生你趕快去看 不敢看嘛 對不對 因為那一次會好 給你看幾次 錢給你賺到百 一塊油 可能十塊賣一百塊 對吧 這種醫生你不敢看嘛 沒錯吧 因為他以賺錢為目的 但是如果有醫生說 我以提供病人最好的服務 這款很好嘛 對不對 因為這樣他來了很多病人 因為來了很多病人 所以他賺大錢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剛才說的那個醫生 你如果沒有錢 你不用來看對不對 你去找白人 所以很多人都會跑去做醫美 因為那錢比較好賺 做外科還會被人家打 偷出來打對不對 現在就是這樣發生這種事 醫生如果以賺錢為目的 他絕對不會做這種事 可是當他做對事的時候 他賺大錢這樣對不對 對 因為他做對事 以服務病人為最主要的目的 所以他來很多病人 因為來很多病人 所以賺大錢 這樣就OK了 目標設對這些是伴隨他 就算沒有賺錢 他還是要當醫生 但是前面的醫生如果不賺錢 他就不當醫生 他改去賣其他東西都可以 去當補習班老師他也高興了 因為他以賺錢為目的 你知道嗎 所以我剛才講說 自由幸福快樂是什麼 他是副產品 當台灣人 我為什麼會說這個 會說台灣人 因為大部分台灣人說 誰管都好 反正有他家有他情就好 對不對 台灣人就是這樣 誰管都好 現在台灣人的外國就是這樣 什麼中國在台灣的代理者 這樣也好 他這樣也好 只要能夠有交籤 繳稅就好了 我們不要這種人 我們都要很清楚 自由幸福快樂是形容詞 所以你們剛剛舉手的人 你們都是追求感覺的人 同意吧 其實某種程度你在追求感覺 不是很理性 可是來這邊當民政務官員的時候 你大部分時間是在理性做判斷 你如果要做官員 大部分時間不是跟人家交配 不是跟人家交配 是在做決策 對不對 法案大家已經研究老半天 送到你桌子上面 來 請批示 你在那個短時間 你要看懂選舉 好 就這樣子做 你辦 對不對 你大部分時間在做決策 那這樣的人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人來做決策 你頭腦就要想清楚 就不是追求感覺的人 我們要是理性分析的人 這就是我們要的人 你知道嗎 一個國家都用感性在過的 這國家會亂 來 這三張圖 你們都看不懂 不過我講快一點 這就是一點透視法 這是立體化派 這是極端的立體化派 這個看不懂的請舉手 你們都看得懂 來 我再問一次 這個看得懂的人請舉手 看不懂的人請舉手 看不懂 你看不懂 那你們都看得懂 是不是 這張圖你都看得懂 先不要去解讀這個 你們急著解讀 你們看得懂嗎 看有沒有 很好 那你看得懂 裸體的男人女人 哪幾個人 哪幾個人 五個 那你看得懂 你不要講你看不懂 看不懂是完全不知道 他不是畫飛機 也不是畫大炮 對不對 所以你看有 你通常覺得 沒有問題是這一張 對不對 那我跟你講你錯了 你根本看不懂 請問他畫的是誰 他畫誰 先生 你說他畫誰 一個女的 一個女的 你看你就不曉得他畫什麼 那我跟你講他畫維納絲 請問這個維納絲 現在在做什麼 他在上大號 真的啊 問沒有 The Toilet of Venus 他在上廁所 如廁 你看 所以你台灣人發覺一件事情 你以為你看得懂了 結果你看不懂 你以為你看不懂了 結果你看得懂 你不會飛機 這叫立體畫派 立體畫派是什麼 我還講很簡單 這是麥克風 這樣也是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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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怎麼看 不一定嘛 所以時間固定 觀察點改變 產生的就是這個 立體畫派 你看人從這邊看 從這邊看 從這邊看 全部把它放在一起 就是皮卡索 這畫的時間是1901年 你們阿公阿嬤 做那時候畫的圖 你現在看不懂 你的藝術欣賞 能力實在是很落後 你懂我的意思嗎 那是上上世紀的人在做的事情 那要講這個目的 只是跟你講一個 不管你是哪一幅畫 它有一個概念 叫做 consistency 一致 你如果這是要一點透視 你從頭到尾都一點透視 你是立體畫派 從頭到尾立體畫派 你不可以混在一起 像混在一起的話 會變成怎麼樣 這樣看不懂 又是寫實 又是立體 又是抽象 那就正確了 對吧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字 叫做 consistency 什麼叫 consistency 這個特質 發生在一個東西上面 有一個字叫做 the law 法則 我要講這個 你們可能會開始打哈欠 忍耐一下 法則就是放諸宇宙 每個地方都一樣的道理 叫法則 你說萬有引力是不是法則 對 所有的宇宙之間 每個地方都是一樣的 地心引力是不是在地球上 每個地方都有地心引力 對不對 好 這個東西又叫做 consistency 一致性 合作 它有一個字叫做 consistency 一致性 一致性 叫做一個系統 形式中不遇含矛盾 法庭雙方都在證明 對方矛盾 我跟你說 台灣民政府告贏就是靠這個 怎麼靠這個 我問你 你現在是律師 我說你要利用一致性 把美國打敗 我們以前就這樣打敗美國的 我們沒有靠武力 我們在靠法院裡面 我們跟美國問說 請問究竟這張合約是不是還有效 他說當然 究竟這張合約是美國跟46個國家一起簽署的 上面都還有我們名字 而且我們憲法規定 所有的條約跟我們的憲法是等同位階 一樣要遵守的 好啦 我就要問美國 請問 究竟這張合約裡面有沒有講 你美國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是啊 是啊 你是這塊獨地的主要佔領全國 請問 現在台灣發生什麼事你不知道嗎 我們被人家抓去當兵 我們去買武器 我們改變語言 我們政治速度被改變 我們拿中華民國護照出國 我們拿中華民國身份證 你美國不知道嗎 他說 沒有啦 那是我們代理人做的 錯了 你的代理人做錯的事情 你主要的佔領全國 你要負責任 那就是國 你講話不一致 你表面上說一圖 說你是這個 舊機場合約裡面 但是你做的事情都違反戰爭法 所以他一告他就鬥了 鬥就馬上說 趕快彌補嘛 彌補是怎麼彌補 馬上幫你設立台灣民政府 對不對 回到戰爭法底下 被佔領地 趕快設立民政府 所以2010幫我們在華盛頓地 是成立 接下去我們在這邊上課 這幾年下來完全 我們在這邊好好上課 就在執行這件事情 才有今天的台灣民政府 才有今天的 國際媒體全部都走起來 法院全部都是配合 這完全按照法律來的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在一開始 不是跟民想 我們是按照法律在執行 我們不用武力也不用暴力 我們光執行法律就好了 台灣人就獲得掏幫 過去台灣人為什麼沒辦法掏幫 不願意遵守法律 或者不知道法律 你知道法律你就被保護 我請問你 你不知道法律 法律在執行的時候 你受害是不是照常 比如說你塞在 高速公路上 你可以跟警察說 我不知道這邊 時速限制80 我沒看到 還是照法 你超速還是照法 你不能說我不知道法律 自己無關 法律就執行出來 你知道嗎 好啦 這叫 consistency 還有 integrity 美國也必須要是一個 理表理一致的國家 如果他像中國一樣 表理不一致 我們今天沒有這個結果 什麼叫表理一致 你知道嗎 什麼 integrity 相反指叫做 hypocrates 就是偽善者 說一筒做一筒的人 對 現在中國人這筒 文化都說一筒做一筒 沒得很整齊來 美國好在三權分立 表理一致的國家 所以他 你不知道就算了 你一旦知道告到他 他一定會規規矩矩 按照法律上去執行 你知道嗎 所以 我跟你講 我們跟妳講 宇宙上的法則 這是所有的法律的基礎 你們來民政委 一定要知道法律的位階 這叫做law of nature nature law 大自然的法則 放諸宇宙皆準的道理 這叫做自然法 自然法的基礎上 我們才有建構law 戰爭法 萬國公法 國際法 你們在這邊上課之後 會經常碰到這幾個名詞 你們民政委官員 一定要知道法律 這個的基礎是基於自然法 然後這個基礎上的建構 才會建構各個國家 不同的憲法 憲法之下才有所謂的民法 刑法 各種不同法律 它是有慰藉的 OK 好 你們知道大概這樣就好 今天時間我們有限 初級班 好 我現在半個小時 趕快跟你們跳過這裡 好 這個佔領者 這是國際法 戰爭法裡面 軍事佔領是這個東西 說到這很有趣 你現在在台灣那些人很喜歡說 台灣最寶貴的就是民主 對不對 請問台灣有民主嗎 當然沒有民主 為什麼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說有選舉就是民主 當然不是 他選舉的對象是誰 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這張圖看得懂嗎 看得懂嗎 看得懂嗎 很可愛對不對 狼嘛 狼藏在裡面 佔領者就是這個狼嘛 被佔領者就是羊嘛 羊跟狼 喊狼之後會一起投票 你被找戲 自己在找死對不對 美國說這叫民主啊 美國國務院 這叫民主啊 你稱讚台灣民主 佔領者跟被佔領者混在一起選總統 叫民主 笑死人 那為什麼美國不跟俄羅斯人混在一起選 美國總統 跟中國人一起選啊 美國三億加到中國十二億啊 一起來選美國總統好不好 你美國要爭吾 對啊 當然選不上啊 出來的一定是個黃臉的啊 對不對 所以啊 你美國不要開這個玩笑嘛 你喜歡開這個玩笑 我們照這個玩笑跟你推下去 歐巴馬 聽清楚了 來我們是跟總統講的 我們今天是幫助台灣人 從支那系統走出來 時間不夠 我們繼續走 這是旧見娜和平條約 內文 日本拒絕對所有權力 和承諾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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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諾 不叫台灣 之後再說 我們直接進入日本這個地方好了 因為我們過去歷史裡面就少掉這一塊 來 這是大清帝國在佔領地方 你有沒有看到地圖很奇怪 右半邊不見了 因為不是他控制的 你知道嗎 大清帝國的殖民地的地圖是這樣 你有聽到證承說是在台灣嗎 有 請問大明正式勢力範圍只有這塊 它的勢力範圍只有什麼大 叫在台灣 就是叫在台南 不是在台南 其他地方是其他地方的勢力 你看這邊有荷蘭人勢力 有什麼西班牙勢力 沒有那些偉大 在台南而已 是不是歷史把你扭曲了 是啊 這樣會看 好 我們現在補充一下大日本帝國 台灣歷代總督司機 原來過去沒有這塊 教育都沒有給我們打 明治28年1895年 1895年當時 就是馬關條約戰爭結束 簽訂條約各讓台灣澎湖之後 日本人進來 歷代總督派來就是華山之一 就左邊這一張 跟他順利一起照 有沒有 第二個是貴太郎 1896年明治29年 再來 乃木西點他 兒一元太郎 這後藤新秉是那時候的負責 真的在做事 行政方面的長官 來 軍政轉民政領台三後 租稅減免預告地方官職 委任立法制度確立 台灣總督府平議會設創始 司法制度確立地方法院 副省法院高等法院 警察制度 理番制度 醫院設置 鴉片制度 教育制度 指定期航路開始 督樑改正 財政金融制度 就稅制度改正 大阪中立銀行進出 我只念這個 你們念過公共行政的人 就知道這個很重要 當你一個新的地方 給你進去開拓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事情 百費待機 百費待機 對吧 因為大清帝國很落後 說我要督樑改正 你會 所有的金融制度都是亂的 那是大清帝國的 要重新給你換 那這時候需要大筆的錢 所以銀行要進出 大阪中立銀行進出 這都是關鍵動作 你要當官員 一定要知道 讓你將一個新的地方 你要做什麼事情 不來 1896年做這些事情 難不清理 再來 你看 1898年的時候 施育關養成機關設置 土地水利事業 地極調查 地方制度規則 基隆跟高雄港 那時候基隆港跟高雄港 在1898年就已經開始了 全島鐵路建設 變醫院十斤 醫學院 有醫院就好 醫學院訓練醫生 台灣銀行創立 財政二十年計畫 都有 再來 那是每年在大日本帝國議會 撥到台灣的預算在這邊 看得到的 數字看得到 再來 第五代做到什麼 你看在1906年 沒到幾年之後 台北市街道下水道設置 台北市那時候就是 佐久間佐馬太 重貫線全通 中環研究院開設 化學部 衛生部 你看 療養院 還有博物館 你知道 博物館在哪裡 館前路走到那裡 那就是博物館 第六代總督 第七代總督 你看 第八代田建治郎就是他 我特別要講 他是因為那一年 黃太子來台灣 黃太子現在要 金上天皇 黃太子那時候來台灣 他在年輕人 還沒有接位的時候 就來過台灣了 但是那時候發生一件事情 台灣人有一票人 他是社會主義的 很老闆 但是社會主義 受到這個影響 他就跟天皇講說 台灣很亂 你不要來 瞎破 結果 總督就回給天皇一封信 台灣思想的惡化 是因為在東京的學生 台灣沒有幾個人 因為他們是社會主義 但是還沒有到危險的程度 一般的人民非常忠實順良 敢於是同仁聖恩 沒有危險 你這樣來 講到這個 你們想一件事情 男人 女生 嫁出去之後 過年回到娘家 娘家會問你說 日子過什麼樣 對不對 過期 你如果說 比較 稚氣比較高的女生 他會想辦法說 我在娘家過得很好 但是你如果是裝出來的時候 不小心那眼淚就會流下來了 其實不是 你竟然有 對不對 你就輪掉 但是為了面子 你要說我過得很好 所以這種東西 沒有在地上騙的 對不對 所以當你問說 日本時代 台灣人過有好嗎 我跟你說 大部分是台灣人 就孝良一本時代 真的很好 果然是這樣子 這種東西沒辦法騙的 反而是中國 統治台灣的時候 台灣人對於 中國人對台灣人的 形容詞是什麼 男無情 女無義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對不對 你老公如果對我很好 我幹嘛 錢有沒有給你抓勾 找麻煩 不會嘛 你照顧我很好 我每天高興都來不及 就是因為你管不好 大心你管不好 我才每年跟你反 每年跟你亂 對不對 你抽稅太重 我受不了 但是日本時代沒有 從總督的嘴巴講來 台灣人是很溫馴的 標誌就是很好的良性互動 這樣子就會看了 這回憶的台灣人 有沒有看過這照片 1920幾年 台灣人生都這樣 男的英俊女的漂亮 女的穿的衣服 保證還比你們現場的女生 穿的還更高級 法國的高級定制服 你看 髮型的設計 用的手勢 是不是不太一樣 這叫杜聰明 這些人都留歐美的 我把他同學錄抓給你看 來 顏水龍 顏春安 胡錫元 柯維中 柯瑪西 美術 化學 經濟 神學 政治 醫學 都沒有 念什麼學校 伊歐 你看 伊歐克倫比亞 哥倫比亞 長春等等 巴黎大學 美國對不對 這裡面有一個人我特別要講 這個人叫做黃曹琴 他什麼 政治 後來 他跟美國人說 我們是台灣人 還是中國人 就是他講的 我就覺得莫名其妙 你明明台灣人 日本人怎麼會說我不是中國人 你看他做的事情 他留學之後 走去哪裡 南京政府外交部 你日本人怎麼走去南京政府 外交部在做什麼 那就是抗日分子 就是要來亂的 日本人呢 你拿日本的身份 跑去南京 通常外交部工作人員 都是西中的 所以他就認為他是中國人 所以出賣中國人 出賣台灣人就是他 你知道嗎 美國人說 好 真好 你認為你是中國人 說中文 你認為中國人 你去做兵 做中國兵 他代表台灣人發言 那時候網路人說 他只是他個人意見 沒有 就是因為他的位置很特殊 所以他講的話 美國人把他當成代表台灣人的話 就照樣去做 海西台灣人就是他 你知道嗎 來 我們開始看一些照片 大家都累了 來 看點 1895年 我告訴你 以前中國人來台灣 還做幾項事情 起生起廟 丟稅的貪婦 起生起廟 丟稅的貪婦 就是大清帝國之前的中國人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我就會說統治者 就是殖民地 就像用這幾項 就不用幫你打 就是乖乖聽話 這個以前淡水 1885年的時候 馬街來到台灣傳教 馬街 馬街報書 有沒有聽過 馬街醫院有沒有聽過 知道嗎 那時候搬水器 台灣人平均壽命 只有35歲 平均壽命 你十歲就已經做老闆了 三十歲做阿公 還要死 你們在座很多人都賺回來了 時間上都賺到了 來 我們要看你們照片 看完之後再回來看 要不然這跳太快了 來 我們看很快的照片 搬水器 外國人來到台灣太落後 所以他就開設主日學 蓋醫院 蓋教會 蓋學校 這以前很落後 這以前淡水 這是什麼 這是阿婆 他在做什麼 賣檳榔 檳榔西施 他是以前的檳榔西施 你為什麼要找 我告訴你 你如果說現在檳榔西施 都換一種 沒有人要吃檳榔 嚇到嚇死了 保證檳榔人口急促下降 沒有人要買來 買的都很痛苦 西鄉重道 那時候 牡丹社事件 不是白牡丹 這做 北牡丹公親王來台灣 剛佔 日本牡丹來到台灣 對奧地一敗 台灣就是他 後來我們的高砂族 並做順番 對不對 接受順服了 逃進日本軍官 後面是我們高砂族的勇士 高砂做勇士 每個人拿一支鐵架 鐵架上面插什麼 那上面是什麼 不是菜頭 那是人頭 所以那時候有一種 高砂族的風俗叫做出燥 出燥就是人頭 抖起來 所以你看 高砂族在 這都以前的 1895年之後的照片 高砂族的婦女跳舞 日本軍官在這邊看 高砂族的小朋友在那邊看熱鬧 你看他手上拿的是什麼 那就是人頭 那一顆就是人頭 慶祝的時候拿人頭出來晃 高砂族的女生 很漂亮 你看 你如果順番之後 我自己怎麼眼睛 頭目在那邊看 最新的武器 你看日本軍官 這都是頭目 頭目兩隻腳 中間都放了一顆什麼 全部人頭 幾千顆 好幾千顆 所以洗澡都要很小心 那時候高砂族 日本人要開始實行教育 他們拒絕 就衝到學校裡面 把所有老師小孩子全部殺光 所以這個是日本老師 救了這群小孩子 把他放在糞坑裡面 後來把他救出來 其他的照片太殘忍 不給你們看 看這個就好了 生還者照片 後來受教育 你看 台灣人受到教育以後就改變 第八連隊進來 你看開始畫拉筆畫拉 這是那時候照片我找出來的 第八連隊 空軍連隊 再來 在短短時間台灣人就見 日本人就去這樣 你看 第三高路 日本時代 我媽媽第三女高的 就是現在中山雨中的全身 你看每個都長得很漂亮 有沒有 氣質優雅 日本時代的教育就是這樣 在大日本帝國的訓練底下 人會長相都會改變 給難民教就長得像難民 真的啊 你拜什麼神你就生成什麼臉 你拜到後神你就變成後臉 對不對 你拜到高雄的神你就生 臉就生臉就生臉就生臉 這是很正常的嘛 你崇拜什麼你自然就好 你的偶像是誰啊 唱歌調舞的那個熱門歌手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就會像他嘛 你拜的是英雄 你會像英雄嘛 沒有 不要很像 我說教育會影響一個人 是真的啦 耳濡目染嘛 這是北英女裁縫課 這是台北工會黨 後來改名叫中山黨 中國人來喔 只要有一件事 改名了 就都閉上他的 結果不是台北市民 一個人叫一口氣 來 我們走很快 這是內部 有冷氣 你看 他的餐廳 都乾乾淨淨 對不對 重球台 我們待會要放影片嘛 來 三線路 有快車道 慢車道 日本時代的都市規劃 這是什麼 棒球啊 有沒有看過 這是日本時代耶 是華山小學對抗南門國小的棒球比賽 全台灣我這邊收集到 好幾百張的棒球的合照照片 不是像中國人來的 什麼紅葉隊用棍子去打石頭 有這麼可能 過去的台灣人是這樣 日本時代是每個人都有球帽 制服 手套 棒球棍 棒球 有隊企 有教練 有領隊 就是這種全民運動 怎麼可能最後打到甲子園 口氣宴最後嘛 我們家農 家農 家藝農專打到日本的甲子園的最後 冠亞軍賽 你們有看過那部電影嗎 有沒有看過 有啊 以前就台北市公車了 台北火車站的前身前身 超山 就是現在的陽明山 以前叫超山 建宗的學生 建中的學生 到日本帝國 這就是博物館 管前路 飛車站 台北市火車站走到底 就是那些 好像歐洲一樣 在橫陽路一邊 這是北斗那裡的飛車 你看那時候 Live magazine上面的台灣 日本通地的地方 是台灣的聲音都這樣 你看還有台灣博覽會 在後來第二階段的火車站 你看這些年輕人在做什麼 大學先舊班的學生在念牌具 日本有念牌具 念詩啦 他有一個詩舍 喝咖啡抽菸 念牌具 日本時代是這樣 很著重 這是什麼 國標舞比賽 在公園當中 日本老師來國標舞比賽 我就找到鄉下 新竹的鄉下的幼稚園 你看日本老師 帶著我們這裡鎮鎮人 在台中公園 我們的海軍下來的時候 舉行參會 大日本帝國海軍 很高級 台中 這是天皇陛下 來到台灣視察 各國武官在後面 你看你認得他嗎 就是我們現在的金上天皇 年輕的時候照片 台中的金鳩 這都是日本時代的照片 不是最近的 你看神社 那時候台灣是這樣 台中神社祭典紀念 你看 那台灣 不是在日本 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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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 台中酒店 我們準備要放影片 楓原家鎮 我看快一點 你看 彰化水源地 每個家都有自來水 你看 台南女裝 台南路上的照片 你看 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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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師範學校 你看 打網球 日本時代是這樣 那時候台灣是這樣 日本 天皇陛下來 視察說 我們的海軍 大日本帝國海軍 大日本帝國陸軍 站兩邊 這 Tak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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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那時候的照片 不是那時候的 航廠 這是高雄 軟式棒球隊的照片 我告訴我幾個百張 這寿山 高雄寿山 高雄寿山 幼稚園的原油會 高雄水產實驗學校的學生在開派對 衛生在開派對 你把蟻生在開派對 周圓的照片 那各自衛生在開派對 日本時代 日本時代 台灣新聞 那時候我們大日本帝國基兵隊騎买的 那時候台灣人手牽著手遊行 為什麼我們台灣沒辦法有同心的概念 因為有敵人在我們裡面 沒辦法同心 你知道嗎 台灣這個土地有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沒辦法手牽著手 肩膀勾著肩膀 敵人在我們裡面 那時候同一個人都是大日本帝國人 大家有這種 怎麼按下去 對 就這個 以前日本時代他有這種一起的感覺 一起學這個學那個 以前有划船隊好像歐洲那個劍橋 牛津那種 你看划船隊上課的樣子 你看相撲 柔道 劍道 每一家人生女子就掛禮魚旗 以前台灣的那不是日本的 我就說台灣的 女生要學茶道 烹飪 裁縫 茶藝 以前橫陽路那邊 叫橫陽路我實在叫不下去 那叫中國名 那叫三條東幾條東 這照片從這邊來的 謝謝他們 好 我們直接放影片 南進台灣 光看的照片不夠 好 好 我為了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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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的生活戰 開啟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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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年4月17日 台灣歸屬我國 大日本帝國 馬關條例接入 清晰的台灣 你看我大清帝國一看落後 現在變在那裡 同十七日時的庫尼氏団長離座 北白河泥和義塞新農殿下的五隊輪を仰ぎ ここに総督政治の姿勢式を挙げ 次来四十一世曹今日の絢爛的文化台湾を生んだのであります 改曆之前 我們被大清帝國當作化外荒帝 台灣居民當作化外之民 但是改曆之後 我們就變成帝國臣民了 不到幾年 平定土匪的叛亂 產業的指導獎勵 鐵路港灣交通建設 通信衛生整備 治水灌溉理番教育普及 地方制度或改革或軍事方面都非常的完備 那種成果 次に今日のごとく まった 赤日の面目を一新する意味 だったのであります 過去のごとく 短日月において 後成績を上げたものは これ失教 王氏一事同仁的恩哲 齁 また官民一致効力 台北市有夜景 標記 當時的基礎建設做得很好 infrastructure 台北郊 下面是淡水河 我們會沿著這個走過去 1911年的時候會有大颱風 看這機會就把全部台北市地 重新都市規劃 原來的中國是堅持拆掉 重弄 城牆拆掉 剩下 東京南北城 東京南北門 三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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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公正 台北總督 3 台北市の中心である 岩井 揚苑館は 高があります 台北支店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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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台電局 共用研究研究他 研究他 台北醫院 跟平衣 鐵道部 郵政局 日本是郵政局 對臺電 知識會測 這個是股份有限 股份 同時 總督府 一陣天皇派任總督 來到台灣 管理台灣 國務館 國務館 這個館前路走到底就是國務館 總督府以北 商店畢業 佛霞報社 一有機會把舊的建築改掉 恒洋路那邊 台北 北輪 市場 北輪 有機器 方向 北輪 北思 台北AQ AQ就是會加賬 AQ 有人力車、有計程車、有事工車 這就是明治橋 又要來蓋這個什麼 這個明治橋 盯管的儀刷上面是神社 整個前面現在蓋到中山北路以前叫表參道 下面是基隆河 台北工會堂 泡布冠 帝國的建設包括休閒活動各方面 台北放送局電台 每一天熱機到台機放送 植物園 然後 海忻 阿 現在對照主 就要大張張 那邊就跟中國人影響比較多 這邊稍微跳快一點好了 我只要看到阿嬤 那個阿嬤寶 沿著淡水我們會走到北投 沿水裡 青銀山 這個北投的雲爪 再來看一個Golf Link 高爾夫球場 溫泉 日本人設置的 你看 以前淡水高爾夫球場就很漂亮 淡水Golf Link 新竹 新竹 日本人對台灣的開發是全島同時一起建設 沒有什麼偏遠地區 島就這麼大怎麼會有偏遠地區 這是很奇怪的想法 只有中國人的俗秀在我們說偏遠地區 我們在舊口 我幫你好好治理 你看那時候 日本是來做街道 路燈 做茶葉 稍微看一下 那種很有名叫日東紅茶 你看他那邊製作的過程 你大概看 稍微跳一下 你看 他本時來就是 街海製作 你看 你阿祖那時候就是這樣做 你看 生產線 頭髮都綁起來乾乾淨淨的 阿祖的輸送帶 然後 當日東紅茶 ments 是東紅茶 到什麼時候再回到台灣 就是東紅茶 類 沒有啦 差不多七八十年前啦 八九十年前 九十年要一百 要一百 一九二十年 對啦 差不多要一百年啦 沒有錯 你看 很漂亮 綠川柳川 台中的啊 台中七 臺灣的京都 太漂亮了 臺灣的京都 彰化銀行 那時候就有了 台中秋天 好 這邊稍微再跳快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台中公園 那時候就這樣 你看 公園就噴水底啊 會比較過準啊 是不是 他才是台中公園 很漂亮 再來就是日月潭 很重要喔 為什麼會說到 對 臺灣全島的電源供應的擴增 就不然那時候設計起來 十萬千瓦電力齁 送電到臺灣各個地方 準備二十萬千萬瓦的電力 工業台灣的原動力 你看 現佩電到南北 現佩電到南北 日本人厲害齁 謝謝 來 這跳給 台南跳給 這家技 再跳給 再跳一下 我們講一下糖葉 糖葉是一般人的那些來給台灣建立起來 為什麼糖葉是重要的工業 因為他有辦法做罐桃 給他水果輸出 做煉乳 他吃糖這件事情 是一個文明的象徵 對 台灣製糖在日本弄了以後 居然僅次於古巴 印度跟爪襪 全世界第四 來 再跳一下 這個糖葉之外 我們還做什麼 做研究 做的是什麼 酒精 因為酒精可以變成工業燃料 就可以運用在 你看 比較差的你看 就是用機械化來運作 跟雲基 是巴尼基 就是這樣 點心煉乳其他 佔前兩倍以上 平均一個人13公斤 來 再跳一下 我們直接看那個實驗的部分 實驗室 我們實驗就差不多 你看 你看做實驗 再來 你看工業酒精 唐葉試驗所 你不然做事情 做什麼像什麼 做實驗就要穿這個白袍 沒穿的 烏山頭水庫 這是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建設 農業方面 靠這個烏山頭水庫 供應台南這一周 幾十萬甲的土地 會有三座 一年有三座扣這一 東洋第一的水利事業 十五萬魚甲 台南州裡面 水路的延長 幹線二十六公里 支線二百八十一流 這個大巡 駿公以來 你看 米啊甘蔗徵收到 兩百四十萬日 三年輪作 特徵 好 現在去搭口 高雄 我們來看高雄 主要是看高雄 不是只看火車 要看海港 這尊的高雄港 是怎麼已經在日本時代做過 我們來看高雄港 你看 這尊的高雄港 你看 日本時代就做得多了 來再跳過 運輸的地方就不用看了 你們看高雄港 那一陣子就做到這完善了 沿著高雄港旁邊 你看工廠蓋的鍋整齊 那種亂蓋 你看工廠的那邊看 這樣看就知道 高雄昨天 就來 看什麼 馬斯里 祭典 這不是日本的 這在台灣 高雄 內地 我們的內地是日本 告雞人 口北出發 三作業 來告台灣 副國歌 Q秀 兩週月來到這裡 內台定期航路 內台定期航路 未開市的開拓 綿花的栽培 特色金融事業 都主持拡作 你看媽媽幫小孩子打扮了 你看 穿的好吃嗎 內台還有無線電話 從海底電纜拉過來 好簡單 過幾機 內台無線電話 內台航空 內台航空 東京 歐斯卡 福岡 歐斯卡 歐斯卡 接下來介紹我們高砂族 大學專科畢業的趙老師做警察 我們今天課上到這邊 我們下課 繼續